我们来了个PPT太多了 我就告诉你 I部分 古代史的 但一点注意 这两个工具一定要预备好 一个地球移民 一个是世界指使地图策 这样子你就能够找到方位了 因为我没有人的这个本事 开着飞机给你上课 我上希腊课的时候 我们开着飞机去希腊 这两个工具你一定要买 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我在天上的福祉 求助保护你帮助 我们在中国 上世界历史课 希望我讲的能够通所欲懂 成为同行的祝福 祝你联名以后看过我 是我所做的一切 能够荣耀主义着你 套你的喜悦 打高分一切时 记得了你一切 阿们 我看一下 找到它的重点 历史 是个很庞大的体系 不可能什么都讲到位 我们作为希腊 这个是考虑到同学们 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头 人类文明的火车头 还是西方文明 这不过是我这么讲的 我们国家 原来国家副主席 叫什么 王什么 到美国去访问的时候 他说 我们中国 没有这个想法 来挑战 美国作为世界的领导 没有这个想法 小平同志也讲过一句话 他说我们跟着美国走的国家 都发财了 都支付了 跟着苏联走的都穷了 就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整个世界文化的领导者 人人是西方 特别是美国文化 西方或者说美国文化 它有两个源头 一个是圣经 或者说西伯来文明 它这是它的历史源头 这些条何源的话 两个子流 另外一个来做古代 希腊和罗马 罗马我们稍后再讲 所以重点先给大家讲 作为西方文明的历史源头 古代希腊 很少客户会像今天这么讲 讲得这么细 知道这么细了就讲不完了 不知道讲到什么时候 所以这里的商会讲 是因为特殊的原因 照顾我们生活在现实生活当中 那么简称了两西 简称两西 古代希腊这个图 我以前看过 不要想看这个 以前讲希腊 它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希腊 它是西方文明的源头 西方人谈到西方源头 希腊的就像我们中国人 想起汉朝一样的 我们就那些汉人 汉民族汉武大帝 户居病 司马迁 我们有很多让我们感到的 心血澎湃的东西 让我们感到的热血沸腾的东西 同样也是一样的 古代希腊在西方的白人社会里 它是让人感到热血沸腾的一个名词 也不仅仅是今天希腊 跟麦干燃有名的地方 造船的地方 它地理位置前面讲过 这是个地图 包括波罗奔尼撒邦的 斯巴达 你看一下名字 奥林匹亚 麦西尼 雅典 对到马其东 斯雷斯 南道 克里特岛 等等 这些爱琴海 沿岸 地区 就是西方文明的源头 好 当我们分析个文明的源头的时候 我还是东西没出来的 怎么这东西没出来的 在这里 在这里 我有了点 当我分析个文明的时候 它是一个结构的 就是个文明 它是个体系 首先我们根据人的认知 的难和容易 来分析 首先我们比较容易 看到人刺穿住行 我很明显地感觉到 那个白人跟我们刺穿住行的生活习惯 相似很远 对不对 甚至我们 像我从湖南到广东来打工 我就会感到广东的地方的刺穿住行的习惯 怎么办呢 跟我家乡的习惯相似很远 这是表面现象 这是文明的现象 它本质是人信仰的一种生活化的方式 第二个层面 你就跟人家打交道 到别人家去吃个饭 或者说别人家聊聊天 你就知道人家婚姻和家庭 对 这是也是宗教的一种生活化 婚姻家 它是人们结婚的 女孩子多大的结婚 中国人比如说18岁女的20岁 难得的22岁 美国的不一样 有些周年14岁可以结婚 有些周年18岁结婚 不一样 有些周年16岁 俄罗斯也是14岁结婚 它允许14岁结婚 中国古代女孩子是14岁结婚 难得16岁结婚 这不结婚怎么办呢 回来找你的麻烦 你还不结婚 再给他打点交道 你这个 怎么了 在那里头注意一下 你要办签证 对不对 你要办占据证 或者说办开车 要什么 驾驶自账 对不对 那你就了解他的制度了 他一个名是制度的 这更深一步了 你才来了解 人家中国也是一样的 你去新加坡也是这样子 或者去美国 去日本 了解他的制度 我以前一个学历史的工学 他们去了日本 就了解日本的 他跟你相关的各种制度 你去回来 再了解他背后的科技和人文 科技是指数学化的部分 比如说 科学和技术一样的 但是主要科学和技术不是一样的 科学是理论部分 技术是应用部分 合在一起叫科技 人文呢 人文包括文学 艺术 各个方面 包括哲学 经济学 等等的 就是他的成就在哪个地方 或者他的失败在哪个地方 这就是科技和人文 比较深了 最后呢 是他的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呢 就是他跟国艺 真神之间的关系 这个民族 这个地区人 他怎样看待 宇宙的起源 他怎样看待人生 他怎样看 叫三观 我们中文叫三观 他的人生观 世界观和宇宙观 宇宙的起源 这个世界的看法 以及自己打算如何 过一生 这三观 我们按照这个五个层面 来讲 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 你听到我讲 是不是有点感觉到 有没有一点难处 有没有什么难处 我讲的 也要讲中国历史 也是这么讲的 也就是这个架构 这个文明的架构 我不会讲 很多怎样打仗了之类的 三整平 一个是我本身不了解 不是军人 我在这打仗了 不感兴趣 我从生活的角度来讲 从文明的角度来阐碎 好 那我为什么这里讲的 基督化不等于西方化 那信仰是绝对的 那么文明它是要高底的 文明是要高底的 不能说大家都是文明都是一样的 请问 你骑档自行车和开车 哪个速度快一点 你开档小车和骑档自行车 哪个速度快一点 肯定是开车 对了 这有高底的 文明肯定有高底的 这个你要承认这个事实 你一日三餐 你吃的是啥 吃的是馒头 习饭 人家每天吃牛肉 吃蔬菜 还要吃高蛋白的 这是哪个健康 哪个健康一点 你说 天天吃牛肉 对 这文明肯定是要高底的 不要说刚才 你我们农村里的句话 交通靠走 自然靠狗 通讯靠吼 啥意思 我找你说句话 我吼 通讯没有手机 这就吼 自然没有警察 靠狗 通讯呢 就靠走路 交通靠走路 走 人家呢 出门有飞机 到远方去有飞机 过海的有龙川 要拿下手机 你说这个文明是平等的吧 是一样的吗 不可能是一样的 文明肯定是有高底的 你路后就是路后 比如说我承认我就是路后的 路后就路后 我可以学习吗 像日本人一样的吗 路后就可以学习的吗 文明肯定是有高底的 不能说伊斯兰教文明 跟基督教文明是一样的 那你是拍马屁 你跟伊斯兰教拍马屁 你们说儒家文明 跟基督教社会是一样的 路后就是路后 文明是有高底的 但文化是相对的 文化是什么意思的 人的生活方式 就从这个角度吧 文明是一个群体 不是一个人 一个群体 它取得了一种物质成就 和精神成就的综合 但有些地方你可以搞法治 它能够搞法治 你知道吗 有一个美国回来的弟兄 一个朋友开玩笑 在美国或者德国的街上 发一条线 排队 美国人或者德国人 他真的去排队 中国人会去排队吗 大城市里头现在排队 习惯经历起来 特别是个三年的瘟疫 大城市里头 无论做核酸 过马路 怎么样的 排队的习惯好多了 至少我二十年来 我刚来深圳的时候 乱都要死 现在呢 过马路怎么样的 排队 这就是精神的成绩 有些手机 小车 轮船 飞机 是物质的成就 过马路排队 东盆场合不抽烟 上厕所 不是随便打小便 你知道吗 北京在1905年之前 北京人上厕所 你在哪里上厕所 我做生意在哪里上厕所 我在街上 你在怎么上厕所 在街上找个夜 没有人的地方 就随便拿 就这样的 我昨天 我们就要去学开车 那个是开车的 那跑到旁边 拿来写了几句话 在这里 拉死了 死全家 就是那个地方怎么样的 不文明 深圳 我说的 那个炼车场旁边 写了几个标语 为了怎么写这么个标语 就在这里 拉死的人 死全家 一直在很咒诅别人的话 他为什么咒诅别人呢 因为有一些人 就随便大小便 这就叫什么呢 没有数字嘛 对不对 是吧 没有数字 那么有数字是怎么来的呢 长期的训练来的 他需要社会训练 他才有比较好一点的数字 对吧 这就是精神的成就 代表文明肯定是有高级的 那么生活方式 有些就是没有数字 文化呢 文化是什么意思 就是生活方式 有差别 这个简直打个比 所以一般来说 那么中国人吃饭拿筷子 那么西方人呢 用什么 用刀叉 这有什么高地区别没有 没有嘛 它是相对的 文化是人的生活方式 还有一个思维方式 那么中国人讲话 最重要的一句话放在前面 还准备直接后面给我 学过写作的人都知道 我们中国人写文章 最重要的一句话 往往放在哪里 最后面 最后面对不对 结尾的地方 中国就画了点睛嘛 对不对 那么英语你就不能这么写 英语你不能这么写 我以前我英语老师 叫我们写作 什么叫reference 就是阻止 你写在最前面 你不要啰啰啰说 这么原来 他不喜欢刚看半天 哎呦 你原来是要给我买一台机器 你刚才不早说 对不对 你就不能跟人家不习惯这么做 你这样子 你在美国社会里面 对不对 大家都怎么样 你就别扭了 对不对 因为人家喜欢开门见山 那么圣经文是西部来文的 正典的那句话放在哪里 记得吗 我以前跟他讲过 中间 中间对 他想放在中间 叫做保甲式文学 这有什么 优点或确点的习惯吧 他习惯你就应该互相尊重 这些习惯就应该互相尊重 你不要说我们在香港开车 左边的 中国人是左边的 方向盘在左边 那么香港按英国的规矩 方向盘在哪里 你知道吗 右边 方向盘是右边的方向盘 美国的中国的电气标准是长层 对吧 就是什么 CE标准 中国长层标准 美国的是UL标准 欧洲的是啥标准 我不记得了 很久没做那个 就美国地方它有一些生活方式 产生的这些东西 包括火车的轨道 你知道为什么是1400多少毫米 你知道吗 我不记得是1400多少毫米 我不记得 因为我前学生只看过 我给小孩子读了个百科全书 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以前罗马人 他骑马的时候 那个狂度要保持两个马屁股 这个狂度这么一起走过去 因为他车子这么拉的这么 原来他在矿上的 他两匹马就这么拉 那么你个轨道怎么样呢 合乎他两个马屁股的宽度 那么他定了这个标准 那以后你这个太爱了 我干嘛要跟自己这个马屁股跑完 对 大家都习惯了 所以全世界的火车的轨道 不 基本上 不知道也没什么特例我不知道 基本上都是两个马屁股的宽度 就是按照古代罗马 因为大家这么这么高的 对 这个东西就是文化 或者思维方式的习惯 就是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 爷爷来了 有些东西翻译成英语 不能翻译 我们要说表妹表弟 英语就很简单的 什么表姓Cozin 还有什么Ont 阿姨 姑姑 姐姐 姑姑 婶婶都是一个名词 对不对 我翻译不过来 因为我们喜欢强调这些背风 但英语或者其他语言都没有 英国人就相当很多爵士 12个爵位 根本我们中国这5个爵位 说很多中国是翻译错了 没办法只能翻译错 我们这东侯博子兰 英国的都我不知道那些中文怎么说 十几个爵位 他们很在乎 要贵族社会嘛 这就是 就这个相对话的 不应该怎么样呢 不应该强扭 那中国人就喜欢用中文 这个和英语呢 有什么区别 方块字和那个线线字吗 方块字也能够用电脑操作 对不对 这个东西是个生活方式 无所谓高低 它是个相对的东西 是吧 没有的 就是大家一点注意 信仰是绝对的 文明是有高低的 文化呢 是相对的 你说定义 一定有个逻辑定义 文明是一个社会取得的物质 或者精神的成就的种活 精神的就是软势力 软势力 大家问软势力是什么东西 记得了不 硬势力就什么呢 就是你整本事 各种科技 农船大炮 对不对 航空母舰 海马式火箭 这个是你的物质成就 软势力是什么呢 你的法治 你的文学 你的艺术作品 你的经济政治制度 这个东西怎么样呢 摆在那个地方 有些人就佩服 不佩服你 我们国家就没有软势力 真的没有软势力 别人为什么到你这里来 为什么要跟你学习 为什么留学去美国留学 不是去 中国有没有来 非洲留学生到中国来 请过来花点钱 就软势力 不行 这两年 这叫互相传统文化 希望老祖子那里 看能不能挖一点 什么软势力过来 出来 他们这是搞的 大家注意这些名词 我们讲的这个东西 就是我基督化 不等于西方 不等说我排斥西方 你得把两件事 你得分清楚 你不要老子一锅粥 就是这样 好 那么我们讲古代希腊的文明的起源 我们不会讲得很遥远 克里特岛 这些人起源就大概在公元2000年左右 就是中国的商朝 虾朝 这说明个什么问题呢 希腊文明和中国文明都属于刺刺激文明 这古老的文明是苏美 苏美文明 然后苏美下来 是埃及亚述巴比伦和印度文明 这是夏季的 再下来 就算数一样的再下来的才是什么呢 博士 希腊 咱们中国 还在遥远一点的日本 日本那个是没有文明 但是有企业 有一些陶冠 还有一些什么斗笠 粮食 在日本岛上面 也有这些东西 就人类文明 就是我们的咱们的中国 希腊稍微刺激一点 相比有什么埃及 我们要承认这个事实 我们黯然失色 希腊也是如此 那么经过了八千八百年 有点像中国的那个 周朝 周朝正好也是八百年 那要产生了古代希腊的文明 就是在爱琴海 我们也知道 国内以前有个网站叫爱琴海 杭州的一个什么人办的 后来被分掉了 那么古希腊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百度里头 把它截屏接过来 人语叫Action Grace 希腊 希腊不是一个国家 它是个地区 包括几个城邦 主要是雅底 斯巴达 麦西尼 迪比斯 克林斯 就是哥林多 哥林多这个城市 大部分现在都反映过 克林斯 斯雷斯 马其栋 等等这些城市 有共同的语言 就古代希腊语 政治体制属于贵族共和 就是说男人有选举权 男人正经来只有自由人 他们组成一个权力的共和 所以说共和制 不是中国有没有共和呢 有 但历史非常短暂 就是在州从亡时期 就是两个州公大 还有一个州公大 两个人就是共同管理中国 有个共和时期 除了这都是独裁 所以中国为什么会独裁 它就跟历史远远 他们共和呢 等一下我讲 为什么共和 跟他说话 然后他现在多神将 耶稣基督的福音 有没有传过去了 拜独一神的亚伯拉罕的之神 其他地方都是拜偶像的 除了亚伯拉罕的信仰以外 现在都是拜偶像的 这一直在顾面行在146年 就是变来罗马帝国的征服 什么地方 有一些代表人物 什么迪奥尼西斯 比西柏拉图等等 柏里克利亚 佩里坦德 这些人物 这是拜独里头 给我们介绍的一个东西 那需要给大家解释 为什么 希腊文明 它是跟它的那个环境 很有关系 在古代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 看这个地图 古代希腊的为什么会产生 希腊文明 首先跟它的环境有关系 它是第三梯队 这文明来说就是第三梯队 它是跟前面有的大哥 有二哥 他是三哥跟中国一样的 我们都属于三哥 三哥 大哥什么呢 是苏美 二哥呢 二哥系列是埃及 亚树啊 亚树啊 巴比龙啊 还有印度啊 都属于二哥 他既然属于三哥 属于三弟以后的 他有个什么优点呢 可以学习别人 跟别人学 知道吗 一般情况下 家里面的小弟啊 都比较精密 你看你们家里 如果有三个以上 两个以上 这三个孩子啊 你就会看这老三有个什么的 老三一般鬼精鬼精的 一般情况下 为什么呢 他会观察哥哥姐姐 干什么事情 这个爸爸打了哥哥一动 或者说妈妈抽了姐姐的屁股啊 让他来哭了一动 他下次就全部干了 他会观察 因为他有这个机会 所以希腊文明呢 他不是希腊人自己的 无创的 不是说亚利 就像希特勒所宣传的 西方人人比较优越 他们的文化基因比较好 没怎么回事 他跟我们都是一个种 都是一个什么种呢 都是哪个人的后裔 同学们 我们学圣经的这 西方人以后 中国人以后 我们都是谁的后裔 都是罗亚的后裔 谈不上谁比谁好 对吧 都这么回事 那人为什么不一样呢 他们怎么长得 像我越长越黑 在广州 越长越黑 为什么 越长越黑 太阳晒呗 对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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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人到山东啊 东北的越长越白 它也没这么好晒嘛 阳光没这么强度这么高 对吧 那女孩子就比较白一点 对了就是个环境的原因 希腊 我们看来 希腊这个海 看来岛 这个爱琴海 就是两百多个岛屿 两百多个岛屿 那么我问大家 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 这种海洋 到世界各地做生意的 这种海洋文明 因为希腊为什么产生 这种海洋文明 是不是曾国能坚毅一点 敌人 整族 低等一点 别的 那个非洲黑人 就低等 是不是人整了整了整 整出来问题 鸡人出来问题 不是 我讲海洋做生意 前面我们讲过 非尼基人 真是在海上做生意 那么他们为什么 能够做生意 我当时也讲了 当然他们是逼得的 他土地资源很平均 他背后是山 前面是海 他不做生意 你要吃什么 对不对 为什么中国希腊 它形成一个海洋文明 波斯 印度 中国 我们都 我们所谓大陆 我们都大陆型的国家 他们是所谓海洋型的国家 我们也有海 我们中国有什么海 大家知道吗 我们中国也有海 然后同学说 我们中国旁边有什么海 看看地球 你不知道就看地球仪 看地球仪 或者看地图 中国旁边有什么海 左海 黄海 东海和南海 黄海 东海和南海 我们有四个海 为什么我们也产生海洋文明的 我们没有说 中国人远渡 殖民 来一下子 殖民到美国去 我们中国最早移民到 那个 印度尼西亚 还有马来西亚 我们的中国人 没有想过建立一个国家 知道吗 没有想过建立一个国家 我们就是中国人 我们在这赚钱 我们广东人也好 福建人也好 新加坡是逼出来的 没办法 中国人不想建立国家 没这个想法 我们赚点钱了以后 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老家 去修房子 在广东那开平 对吧 学说开平都在凋落 还有广东西广大屋 那是广州 去广州旅游 西关大屋 还有福建的那种土围子 一个圆圈的那样的房子 这围楼 他就赚了钱了就回来 希腊人不是这样的 希腊人我远征特洛伊 这里成为我的殖民地 然后我们在这里做生意 开江户土 我们中国人没有这个想法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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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 欧洲人 今天美国人 到全世界做生意 开江户土 说不定 那里跟女孩子漂亮 给她结婚 就成为当地人 全世界跑 和英国人也是这样的 告诉什么 加拿大 美国 还有什么南非 新西兰 澳大利亚 都是他们的原来的子孙后代 我们中国人没这个想法 我意思是 这叫海洋武力 但是什么 这叫海洋武力 我们属于大陆武力 大陆人 就是不土挣钱 我要落叶归根 我做生意 做最赚多的钱 我回家一下个房子 过来就回去 你妈妈 你爷爷来了 也没跟你爸妈妈说 现在孩子读书 过来你回来 也没这么说 落叶归根了 有的 有的真的说 为什么这么说 他们说 儿子出去 在美国建立殖民地 没什么鬼事 没听说过 我没听说过 没有哪个爷 我们中国人哪个爷爷 来了 建立殖民地去 把 经过房租 我在新加坡买一套房子 住在那里就行了 没有给爷爷来的时候 这么话 都需要你回来 落叶归根 现在年轻的时候 都赚钱 不见识 大老人回来 养老 再加起来养老 空气也好点 对不对 落叶归根 都是这么说的 不管信不信 耶稣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都这么说 这叫大陆行民 大陆 海洋文明不是这样子 扬帆出海 回不回来不知道 马克图文 有一句笑话 一个妈妈生了一个双胞台 两个儿子 一个儿子当了美国副总统 一个做了水手 称此的两个人 杳无阴性 当然这个下 是美国的副总统 怎么办呢 没做事 坑挂的称此两个杳无阴性 马克图文讲 消化 这消化的背后的 说明怎么 美国属于海洋文明 儿子出去了 后来就杳无阴性了 或者多少年才回来 回来一一趟 浑身挂满了金珠 拿着手里拿这支来一副枪 爸我回来 一枪打过去 那个西部片 他为什么这样 我们国家没办法 产生海洋文明 知道吗 我们汉族人 不是我们经营问题 这海洋文明的 有很多原因 你看那个岛 首先我们要会造船 对不对 就是这起码的 那么中国人会造船 造船技术 我们的方向多 就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 那么为什么 我们中国人 没产生海洋文明呢 爱琴海的这个 希腊人他产生 首先他开船的技术 他从菲尼基那里学了 还有一个 整个爱琴海和地震海 爱琴海算是有200个岛屋 那么你出门 你最多两个小时 你就能够看到新的岛屿 知道吗 那你要是中国人出船 你可能怎么样呢 一天两天 一天两天 你不一定看到有个岛 在这里 知道吗 船上要换一个来 要换淡水 古代船只小 你找点淡水是啥 那你如果没有淡水以后 你到哪里喝水 你过两三天都没有水 你可能渴这么久了 还有个人的心里都不容易 古代的那个船 不像现在的航空母舰 更没有罗盘指南针 对不对 没有这些东西 你要兑换食物吃 你还要怎么样 如果要挂台风或者挂大风 挂雨 你的船在哪里休息 你船在哪里休息 你休息不了 知道吗 所以怎么样 中国人怎么样 他只能生在陆地 海洋 包括保罗他们 保罗时代的犹太人 在大海中 都有一种恐惧心理 你看启示录的海 就是让人感到很恐惧 和害怕的 因为没有这种驾驶技术 没有这个翻出去 地震海有个优点 它两百多个岛屋 你开车开车怎么样 两个小时之内 再多两个小时 你就看到新的岛屋 你可以停下来歇一下 给它兑换汤水 那个淡水 你给兑换食物 对不对 你中国人 你在黄海里头 你口个 走个两三天 你能看到别人吗 古代日本人跟中国 他渡过日本海 他是走朝鲜的 从朝鲜到吉林 南下北京这么的 走帆船是非常艰难的 中国到元代就是说 当时蒙古派了十万大军 碰上台风就没了 是吧 十万大军碰上台风就没了 水深浪阔 他搞不来 这已经是日本的 不根本要说黄海 东海和南海 面对这个太平洋 你船怎么出海 所以你没有办法产生海洋 有些人说 我那时候 现在蒙古人那里 能整比较低一点 我们没有走上海 我们一直是大陆行 我老天讲不讲道理 这谁做得到啊 在古代 出不了船嘛 稍微给大家解释 看这个地图 你就明白了 为什么这个地方 产生海洋文明 就是在这个地理的优越性 它可以产生海洋文明 我们在后面 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你看地图 那么为什么欧洲人 没有产生独裁和专制 就算是古代希腊有建筑 就是军政府抢锅 那个城邦的管理权 像国王一样的 他也有国王 麦西尼国王什么国王 他这国王为什么没有产生 像中国式的这种 至上而下的 像秦始皇一样的 这种集权的统治 他其实也跟地理环境有关系 地理环境有关系 我们前面讲过保罗 为什么选择在那个什么 在亚洲去宣教 而不是去欧洲宣教 为什么这个人员待着 还记得吗 起初他为什么选择是 来亚洲宣教 而不是去欧洲宣教 为什么 还记得吗 因为上欧洲船就到大海 对不方便 同样的 在古代也是一样 古代都是靠马 这马已经是非常高级的武器了 战备了 你统治一个地方 请问那个大海 怎么统治 我要告诉你 你到我这里开会 你又是呢 你要开两个小时船过去 对不对 一本轻船两个小时 是吧 一两个小时船过去 这开船容易吗 水深浪过去 挂飞下雨 对不对 不容易 希腊都是城邦国家 夺着一两万人 小城呢 几千个人 他这个岛 这个哪样给打什么呢 他隔开你 你没有办法怎么的 形成一个中央集权国家 他形成不了知道吗 形成不了 他没这个本事情 他必须分割 就像罗马帝国的时代 谁人他就叫罗马帝国 或者叫希腊帝国 他也是分成很多省的 这里是犹太省 犹太省呢 当地的希腊王 做王 然后再派一个巡抚 就叫比拉多来巡查 这种制度知道吗 他不是像秦始皇一样的 高度的增阳集权 我是皇帝 下面分为多少个军县 增阳直接派过来 你要是敢不听 马上发兵 征法你 对不对 然后各省之间 我修一道 一道带着 高速公路 古代的高速公路 我随时可以发兵过去 那么你必须听我的 知道吗 因为我们是大陆型的国家 它交通比较防御 尤其是哪里呢 尤其是河南 河北 那地方怎么样呢 走路方不方便 有没有高级物品的路 可不可以 带去过河南河北吗 有没有河南河北的同学 没去过 都是一望无际的平原 黄河 中原的地带是平原 平原起码赶路快不快 当然快了 所以有些统治 这产生一个中央集群国家 那么 像西娃刚才看到 这两百多个岛上面 你能够急增光临吗 这两百多个大师傅多不多 你能够急增光临吗 不能嘛 他们古代社会里 他是靠游马都已经很不容易了 对不对 都靠一个小船 所以他执政 他不可能 不是西方人生来喜欢民主 不喜欢独裁 因为他那个环境 就没有办法执政中央集权 和独裁的大规模的 像中国这样的独裁 中国的就方便 方便 直接你足够的武力 统一中原 大家你如果以后学中央历史 到中原地带黄河地带 你去看一下 那一万五级的频率 一马频穿了 收拾你是太容易了 你敢调频 我一马冲过来 轮头落地 但是呢 你要在西大陆 你就隔海向往了 你搞过去收拾他这边 太难了 所以他就产生了几段 这个想不来说 各个土地之间的这个分割的 他产生共和制度 容易产生共和制度 而不是呢 中央集权或者说独裁的时候 他不容易产生 很艰难 就在欧洲历史上有独裁什么的 他跟我们中国的独裁 也不是一码事 还有一个 这些岛屋当中的岛上面能够生产的东西 都是很有限的 但是土地 这些海岛的土地都比较贫穷 为什么呢 他刮风 什么呢 把那个肥沃的土壤都吹走 土层那边比较浅 土层比较浅 土地比较贫义 他那粮食生产的比较有限 不同的岛屋生产的东西都不一样 所以怎么样呢 你要做生意 我不能够跟你老实不相往 你知道吗 我也得跟你来往 为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岛上产的就是什么葡萄 那你岛上产的什么呀 是橄榄 还有岛上是产小麦 还有岛上怎么样呢 产大麦 请问我们要吃大麦怎么办 我必须找人 大麦怎么办 那么你要吃橄榄 弄他自己挣橄榄 有没有中国人就不业了 我如果 我有 一百亩地 我是个地主 我搞五十亩地 种粮食 还有其他的 我五十亩地 来我可以种 别动 我个人家里都有吃的 你去过中国农村里的 我自己有菜园子 我可以做菜 我自己怎么办 我有房屋 我可以养猪 养牛 养鸡 对不对 我什么都有 我干嘛要给你来玩 对不对 是不是 为什么要出去做生意 你告诉我 为什么要做生意 我自己也可以养牛 可以养鸡 可以挣青山 我可以挣葡萄 或者说我可以挣南瓜 我可以养鱼 我们村里可以养鱼 有没有地方 但既然我们称 什么都有 干嘛要给你们称 做生意 做生意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没有 所以中国古代商业一般不发达 为什么中国古代商业不发达 因为我们能够自解自主 叫自然经济 叫相互经济 地震海怎么没来 他没办法做生意 所以导致商业发达 他必须做生意 不做生意 死路一条 或者你每天不能 每天都啃玉米 不玉米 每天怎么来 玉米是印度来 每天吃不喝葡萄酒 你们家天体喝葡萄酒 你们家天体喝橄榄油 没人这么过日子嘛 对不对 那必交易嘛 就是产生生意 那么你要做生意的话 不平等能不能做生意 我瞧不起你 我觉得你是垃圾人 你看我是垃圾人 咱们两个人 做不能做生意 做不了 我觉得你很高贵 我高盘不起 或者你觉得我很高贵 也高盘不起 咱们能不能做生意 做不了 做不了 必须是平等 对不对 平等城市 就是欧洲 产生了古老的平 实际上跟它做生意有关系 它在海洋贸易 产生人与人之间的 平等的精神 知道吗 平等 还有 我要不要去注意 我觉得也必须开放肚子 今天 兄弟 你到我岛上来做生意 对吧 我把橄榄油卖给你 你把葡萄麦酒卖给我 怎么呢 互利互惠 改天 我想到另外一个岛上做小麦 卖点麦子 和在家里做馒头 或者做比的饭吃 对不对 那我就要开除过去吧 人就产生一种 开放的心 如果我每天像个老一样 我谁都瞧不起 不跟你来吧 瞧不起 你看不起我 你看我不顺眼 请问我们能不能做生意 做不来嘛 对不对 这是个常识嘛 所以它产生一种开放的情况 就这么来的 开放 平等 自由狂省 你不能说精神 你也卡我一下 到我们这里来 马上办占据证 做和善检查 怎么呢 那还来 能来吗 然后那和善检查 做不行 怎么办 你关起了 你必须开放 尽可能来 将提这些要求 对吧 就是说这就在希腊 就产生了这种 自由 狂省 平等 互利 开放的这个民族精神 因为为什么 我们也在 是不是它遗传基因 比我们更高贵 是因为那种自然环境 它的生活方式 使它养殖了 追求自由 平等 互利 开放的民族精神 知道吗 就像那个非洲 那种环境 是让它产生什么样的 封闭的 自足的 不需要积极 因为足够的物质丰富 对不对 我身手就能吃的水果 我干嘛还去吃水果 我一见就吃到一个 一个动物 马上给人烤肉吃 我干嘛还去养生鸽 我吃多少饭了 我那第二次干嘛去养 没想法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9点26再过来 9点26再过来 看看西方文明的产生 大家休息会 大家有什么疑问 等下我一下 休息一下 啊 愿你共内心 我 赢我的 熊和同伴的缘故 我要说 愿平安在你中间 音乐和华我们 身边的缘故 我要为你求福 人对我说 我们王爷和谎 得定去 我就欢喜 耶路撒冷 把我们的骄傲 站在你的门内 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 联络正气的一座城 终指派就是耶和华的指派 上那里去安以色列的常列 称赞耶和华的谜 因为在那里 设立身旁的宝座 就是大卫家的宝座 你们要为耶路撒冷 求平安耶路撒冷 啊 爱你的人 避让心 我 愿你 沉重 平安 愿你 共内心 我 赢我的 熊和同伴的缘故 我要说 愿平安在你中间 音乐和华我们 音乐和华我们 神殿的缘故 我要为你求福 我要为你求福 音乐和华我们 人对我 说我们 王爷和华 得点去 我就欢喜 耶路撒冷 把我们的骄傲 站在你的门内 耶路撒冷 被建造如同 联络 联络 正气的一座城 装支牌 就是耶和华的支牌 上那里去 安以色列的长列 成葬耶和华的名 因为在那里 身旁的宝座 就是大卫家的宝座 你们要为耶路撒冷 求平安耶路撒冷啊 爱你的人 爱你的人 避让信我 愿你称重平安 愿你共内信我 因我的兄和同伴的缘故 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 音乐和华我们 神殿的缘故 我要为你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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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点去我就欢喜 耶路撒冷把我们的骄傲 站在你的门内 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 联络正气的一座城 中指派就是耶和华的指派 上那里去安以色列的长列 成葬耶和华的名 因为在那里 身旁的宝座 就是大卫家的宝座 你们要为耶路撒冷 求平安耶路撒冷啊 爱你的人 避让信我 愿你称重平安 愿你共内信我 因我的兄和同伴的缘故 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 因耶和华我们身边的缘故 我要为你救护 人对我说我们王爷和谎得点去我就欢喜 耶路撒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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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山那里去安以色列的长列 称赞耶和华的秘 因为在那里设立身旁的宝座 就是大卫家的宝座 你们要为耶路撒冷 求平安耶路撒冷 爱你的人避绕信我 愿你沉重平安 愿你共内信我 赢我的兄和同伴的缘故 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 营业和华我们 圣殿的缘故 我要为你交付 人对我 说我们往耶和华的缘故 我就欢喜 耶路撒冷把我们的骄傲 站在你 我心过公平和公义 求你不要撇下我 给我给我 救出我 救出我 徐堂的缘故 我 坐在天上的注意 天上的注意 我 想你 互 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刚才讲了一下 欧洲 欧洲美国人 他的祖先就是对这种自由的 狂闪的环境互利互惠 开放探索的民族精神 并不是因为他的遗传基因 人喜欢把儒药给给自己 包括我们这本书 好像我们国外人喜欢追求 不喜欢独裁 不喜欢他的环境是这样子的 大家彼此的环境 他容易产生这样的 不同的民族精神 不同的民族精神 不是说他们的遗传基因 有什么不一样 而是他的民族习惯 这民族习惯来自于地球环境 还有一个 这个我们是老调成谈的 为什么在欧洲 他们产生的世界主义利益 因为通过做生意 跟埃及打交道 学了波士的哲学 菲尼基的文字 还有巴比伦的天文 还有野蛮民族的各种艺术 数不清的古代文明 它形成了希腊 那既然希腊的文明 来自于这广 它形成了古老的 这种世界主义的眼光 看问题是怎么样的 我们前面讲过那个亚历山大 他有这种世界主义的眼光 看问题是全世界 来看某一个问题的 咱们中国人就喜欢 这干嘛呢 我们中国人就喜欢 看老书 古书里头曾经讲的什么 三皇旁古开天地 三皇五帝到如今 话说天下九合必分 至汉堂什么的一套出来 为什么我们这样 我们喜欢搞历史的眼光 因为我们的地域很狭隘 北方是广摸的 框岩 框圆 南方是热得要死的丑民 西边是戈壁 那么东边是大海 大海就穿不过去 对不对 太平洋这么广 你怎么过去呢 对不对 那我们就唐文明就喜欢看 找历史的原因 找历史的根源 而不是从别的国的角度 来看我们 我们从日本的角度 看中国或者从美国的角度 我们没这个习惯 搞这个都要去 那他们就有这种世界主义的眼光 从世界各地 至少他们知道的范围里头来 看某一个问题 就是世界主义眼光 还有他们为什么发现偏延文字 大家一点注意 偏延文字的产生 不是非尼基人或者希腊人 比方中国人怎么样的 更聪明 是因为他们是做生意的 做生意怎么样的 记账怎么样的 就要简单一点 我做生意不能个毛笔给你写半题 毛笔给你搞什么 你怎么搞半题 我能就赶紧要走了 对不对 等一下什么 船要出海了 还怪台风呢 你还让我这里慢慢得了写毛笔字 写个凯书 那不用 能力社会它比较悠悉 它可以慢慢地写毛笔字 折腾半天也没啥事 实际不能 明天还死一天 对不对 那海边 你跟他做的生意 你给他简单一点 就偏延文字 就这么产生了 这就是我们西方文明的产生 根源来台语 一句话 没有整族的关系 没有人整的区别 只有环境的差异 你带来环境 你带久了 怎么呢 你是这样 你会这样子 我们很多中国的小朋友 跟着父母 很小的过去 可能两三岁 在美国找到什么 他非常美国化了 他一举一顿就像他们老美 他除了眼睛 长得像中国人以外 他一眼为什么 环境的影响 昨天我一个同学 我看了一下 他写的中文作品 我真的 我跟他改了很多错笔词 很多很多错笔词 我都改得比较费心 因为我应该给他改 我是他老师 但是我能够理解 为什么他中文 他生活在美国 他生活在美国 学咱们这些东西 学得很慢 正如像我们学英语 我们学得很累 我为啥 我在中国学英语 当然要比美国人累 我在美国学英语看看 今天去买一趟菜 明天去跑步 后天去逛商场 我英语自然就来了 有环境 好 我们在基本的开始 四川住行 从文明的 最简单的文明开始 四川住行 那么我们知道 希腊人 我们前面讲话 他在处是一个游牧民族 他是很蛮 属于印欧人者的一种 生活在乌克兰一带 印欧人者 他亚利安人 有很多字 其中有一次 亚利安人 就说到了 把原来希腊岛上的老百姓赶走 克里特岛 他们就新的希腊人 新的希腊人 那么有一些人就跑到波斯去建立过 就是成为波斯人 还有一些亚利安人到印度去 就见过了 但游牧民族其实是很野蛮的 欧洲原来是没有我们的 2000年以前 他们所学的技术 这个也不容易 大家就要小麦 大麦 豆类 都是从小亚西亚学过去的 这就是他们没有的 然后呢 那个熏洋三处呢 也是小亚西亚帮导 这里传过去的 海流两个外面传过去的 为什么呢 大家主要 因为原来他是游牧民族 游牧民族自处狩猎 他不会养 你说养几只 那种草原的羊还可以 所以这种家畜啊 这些圈养的就很少了 更不要说种大麦 慢慢的就定居了 学了这些东西 就吃了 那么希腊都是岛屿 就比起贸易 刚才我们讲过 贸易 那么他们也记得了 菲尼基人呢 也记得了很多航海和贸易经验 从为了希腊人呢 发展的一个起点 我们的文明的发展 大家一定要注意到 一定是互相学习的 哪一个文明走向封闭 叫伊斯兰教要的 伊斯兰教的一个中东 叫今天为止生产 没这块肥皂的不能生产 不能生产肥皂啊 为什么 它封闭吗 我们中国古代也是很封闭的 有段时间很封闭 就明朝 明清时期啊 到1368年 1368年到161840年啊 这多少年呢 1368到1840 大概500年时间 我们中国基本上越来越封闭 越来越封闭导致什么呢 别人经过你怎么样 你罗后啊 就就就没有了 你就很得心得很愚昧啊 那个油灯都不会用 你还没看到人家 炮就打过来了 这个就 这是希腊 你看到这个岛上面呢 希腊人的地理 游越性啊 北方啊 特别是这里啊 埃及 亚利桑大 耶罗撒冷 贝罗特啊 尼罗河这里呢 这个地上海呢 是非常优越的一个海 非常优越的一个地方了 适合于发展的海洋文 这是上帝的恩典 不是他们的 这个人整 你看呢 这个地方呢 这是海峡 波斯布洛斯海峡 这个直布罗多海峡 连同黑海和大西洋 这个地方呢 不到两个小时 你就能找到了海岛 然后呢 大海洋呢 这是尼罗河 连续尼罗河留在这里啊 这里都是邦岛 亚平林邦岛 伊利比亚三 巴尔干邦岛 连续在这里头啊 非常地理位置 可以说世界上地理位置 最优越的地方 地理位置最优越的地方 是产生这么伟大的文明 就是你说这功劳应该贵是神圣吗 贵在希腊的时候 是贵在上帝的神圣 上帝给他们安排这个好地方 这是 在隔月2000年以前 一到1500年之间的 这个麦西尼时期的 整个 不是整个了 希腊就是青铜起始的 海上贸易的 形成发展 各种的城邦国家建立起来 为什么会建立城邦国家 不是说西方人喜欢建立城邦国家 因为那种地理环境 它适合于建立城邦国家 而中国来建立中央极权国家 这种极权 当然开始的时候不是那么极权 因为也是环境的 为什么我们有春秋战果 没办法到秦始皇才能力极权 然后古代希腊的文艺学 我们看到的希腊什么河马史诗 等等系列的希腊什么话 都属于麦西尼时期 麦西尼时期的文明 现在能够找到的两个图片 就是挖出来的 一个是一个大型的宫典 这个一个是戏剧 这个地方 就是现在能找到的两个地方 比较有名的地方 一个斯巴达 一个雅典 这是两个层次 它的麦西尼时间相当于中国的商朝 中国的商朝是 从商朝加夏朝 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1世世纪 最后的比较接近 比较接近 但是后面就是中国的周朝了 中国的周朝相当于 他们的完全是希腊化时期 希腊城邦社会时期 776年是中国的东周时期的开始 我们讲聊一下简单的 从这简单的开始 希腊人吃什么 他们一直吃三餐 中国人一直吃三餐 你的老百姓这是什么时候开始 中国人一直吃三餐 是中国的大部分人 大部分人 能够水平比较高的时候 是在这几年 这几十年 这四十年 中国的改革开放 老百姓普遍能够吃三餐饭 中国人大部分时间 一天是只吃两餐饭 穷人家的一天只吃一餐饭 那吃两餐饭是什么时候 比较多一点的 满清时期 中国因为开放 这个叫明朝争旗 明朝争旗 红薯 马铃薯 玉米 土豆 这些食物引进了中国 适合于中国生产 制作 所以中国人的人口 有五千万变成一个亿 后来战争的损失 又变成五千万 到清朝的时候 康熙前的年纪变成三个亿 满清结束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口有四个亿 为什么有东西吃了 东西吃了 有些人家可以吃 皇帝可以吃四餐饭 贵族大臣出山场 普通老百姓在手可以吃两顿饭 那么在古代希腊 为什么希腊人长得牛股马大 中国人古代除了秦始皇 那些兵马蚁 那些士兵以外 中国普通人一般来 就比相对来说比较小一点 而日本人更小 我叫我扣我这种人叫他我扣 更矮 一般人家平均升到一米五左右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都是亚当夏娃的会 为什么都是罗亚的会 吃得好 吃得好 希腊人呢 把面包和葡萄酒 一日三餐 他们喜欢把干面包放在葡萄酒里吃 我不知道怎么吃 反正我小孩喜欢搞这个东西 不知道好不好吃 反正我不喜欢吃 这个葡萄酒的饼呢 放在里头喝 看到吗 好了 然后面包比较硬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法式面包啊 棒棒面包 看到你吃过吗 超市卧马超市有买的 这么长 这么大 一根呢 可以给你打架 在深圳的时候买过也吃过 就是硬帮帮的 硬帮帮的 要刀切啊 刀切了 抱着吃啊 我小孩吃了 然后妈妈就会一人一弄一块 然后配着牛奶吃 嗯 他们就是古代 这是这个习惯来自于古代希腊 你的希腊 这个印度能当棍水 啊对 他们叫 叫 棍不棍 这棍包啊 法棍 那叫法棍 那叫法棍 那叫法棍的 他申请了世界文化遗产啊 就这种东西 这各喜各爱啊 这个东西不能够 各自各自 这是小子 老师 老师 有些硬的都能当棒子用 对 棒子用 他叫法棍 就来源于古代希腊 古代希腊人这种生活方式 搞完葡萄酒 还有呢 如果你们家生活水平比较高一点的 早餐呢 你可以用蜂蜜 橄榄油小 做成一个煎饼 煎饼 大家觉得饼不是中国人发明的煎饼 你看到他街上的什么锅贴啊 还是怎么样 这个是西方人发明的 你的别承认 主要是谁呢 是小亚西亚的一代 现在突围其来的人发明的 当然也不是 不是说希腊人发明 是小亚西亚岛上面那些 这些发明 做煎饼 中国人吃煎饼的汉朝 就是汉武大帝的时候 当时这皇家贵族才能吃饼 你不能说我想吃个饼 你不够自够 因为你爸爸不是皇家贵族 这是做软件的 做电脑的 不能够吃这种饼 开玩笑 那么在西方呢 这种饼呢 还是怎么说呢 也是非常稀罕的 但在英语里喊宝贝怎么说 Honey Honey 为什么叫Honey啊 就蜂蜜嘛 因为蜂蜜是很少 难得吃啊 普通人呢 只能吃烙饼 你涂上一点蜜怎么样呢 拿那么多蜂蜜啊 对不对 是非常难得的啊 宝贝 是宝贝 就 普通人就吃不到 就这个意思啊 所以你在英语里头 今天还喊好你宝贝 Honey Honey 这种来的啊 这早餐里头就 这个呢 是这个饼呢 是有个比较贵族的 集成的这种吃的 这种带蜂蜜的吧 普通人有橄榄油啊 有的人如果吃了 有普通的煎饼就不错了啊 大家注意啊 这是一个 当然 有的不喜欢吃甜味的早餐啊 就吃点奶酪啊 咸味的煎饼啊 就这煎饼的时候 主要是中亚地区的 发明出来的 这个盘子是现代人的啊 这都现代不可能有文物考出来的啊 拍个照片 我在网上下载下来 给大家找到的 方便大家理解啊 然后呢 午餐的时候呢 又有葡萄酒了 大家知道葡萄节有什么 有什么功效啊 问你妈妈 喝葡萄节有什么功效 问你妈妈 我告诉你会怎么样 那么午餐的内容呢 一般古代西藏人吃乌化骨啊 奶酪 干缠和咸鱼啊 你看到他们 我们中国人吃什么 很单一对不对 米饭 尤其球里都还搞几根 酸菜啊黄瓜啊对不对 是我们中国人比较爱情 营养没那么好 我们哪有个子搭配 我们食物太单一了 太单一了 做比较有钱的人家 因为普通老百姓就是 出茶淡饭嘛 晚餐比较丰富啊 当然丰富也要看着人家有没有钱啊 那么比较有啊 普通人家也吃不上肉啊 普通人家也跟我们中国一样的啊 当然有钱的人家呢就说有豆啊 鸡蛋啊 乌化骨 奶酪啊 鸩的鱼啊 面包 蔬菜啊 比较隆重一点啊 比较隆重一点 但是大家都比较重视吃晚餐 欧洲人比较重视吃晚餐 跟中国人古代中国人 女人跟男人不一桌啊 男人先吃 中国古代男人往往是男人先吃 女人呢 先照顾一些 最后一个熟悉的时候就吃饭 最后一样男女不平等啊 男女不平等就吃饭了 你就你在旁边凉着去吃 看着我吃 就是当然也像中国一样的 这有钱的人家就在一样肉食 你问你爸爸妈妈 小时候一个月能够吃几十肉 问一下 要看有没有在旁边 他们也是一样的 不是所有的人都 都那么像土瓶三面的人吃不吃啊 好 那么再讲西兰的船啊 今天啊西方人的 大部分的服饰都来自于古代西兰 这新的时马我就不知道了 还是法国新的 但整个来说这种风格也很多 我看不懂了 而且服装设计的历史 我发了个图片给大家看了 发了个链接 今天早上我发了个链接给了古代西兰的服饰啊 大部分服饰就是这样子啊 就真上裹很多袋子啊 啊 然后呢啊 这个包着很多布啊 这女性就这样子啊 这样子呢 舒服 简单 比较自由啊 其实你跟中国古代的服装也比较接近啊 比较接近啊 然后呢 有很多披挂啊 这个呢 大家看一下 包括坦性鹿武啊 这种服装都是来自于古代西兰啊 而中国古代我们也看到坦性鹿武的衣服啊 包括那个弟弟挖出来的都没有 这个是希腊的风格 今天是什么 为什么新开放来自于西方 还不是从东方也是这样子啊 因为为什么呢 它的环节在海岛上面很热啊 非洲人都光照身体 我们前面给大家看过光照身体 很多对不对 很裸体的人吧 或者是搞一点点东西 为什么这样 那天气热啊 不是说非洲人生来就比如 中部的营党 或者说西方人比这 它在海岛上面吹风啊 炎热啊 相对来说比那个肥子 就是环境的影响 导致人的这种穿越打扮的习惯 不一样啊 然后坦性鹿武的那些照片呢 我准备拍过来了啊 我发到了一个群里说 有兴趣的家庭呢 你就去点击看一下啊 我在希腊的服饰啊 这些啊 他们也爱美之心 人间勇之啊 跟什么项链啊 什么耳环啊 金器银器铜器啊 我们中国人喜欢 欧洲人也喜欢 非洲人大家都喜欢 这个是人类相同的 这种爱美之心啊 那么爱美之心 希腊是这对亚里山大 他就中复东方 他就了掌握 什么希腊呢 就得到大量的金矿 还有稀有的宝石 宝石带到 带回这个 带回欧洲 就男人外面说打仗 打仗回来 你带礼物给老婆啊 对不对啊 带什么 这个 这个项链一样的这种东西 自己就了 就是做一个 好像安慰自己的妻子一样 这个意思 看到吗 这个都是我挖出来的文物啊 都是挖出来的文物 我在那个文物的历史网上面 复制过来的 这一个掉在耳朵上面的 一个掉在脖子上面的 还有王冠啊 古代希代的王冠 当然你说这个很丑啊 很秀极般的 历史太久了 过去怎么说呢 三四七年了 能够造出这种皇冠 已经很不容易了 所以古代希腊的皇冠 就这个样子 古代也是网上下载下来的 好 那么你吃饱了饭 你还得早一点怎么样呢 早点快活啊 你说玩手机啊还是看电视呢 那不够怎么样 那哥们呢 听人家唱歌啊 那有一些人呢 就知道老百姓 就喜欢听听歌啊 怎么干这样呢 唱什么呀 唱他们民族的历史啊 唱他们过去的故事 有祭酒的 和有祭祀神明的 饮酒的 婚礼上面唱啊 中国人也是在 当当当当当当当的 这个抒情啊 跟你演唱啊 对我是英雄的赞美啊 中国人啊 就这个样子 这个是西方这部话 那个曾经的那个 唱的叫河马 河马是个盲人 那盲人没有别的声音啊 他不能外出做生意 对不对 他就利用这个赏人唱唱歌啊 就我们介绍上面唱歌的啊 那是个乐器唱古代的那些历史往事啊 那么你没事干 怎么干 吃饱了饭 你撑着嘛 你不能在家里撑着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就听他唱歌啊 听他有没有别的娱乐嘛 就是这个树底下啊 他帮着凳子给他做啊 这些男的女的啊 男的少的只有有兴趣 看完了就给你钱给他了 这样的 这个东西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 现在西方歌剧的源头 知道吗 歌剧的源头 现在歌的歌剧怎么样就不一样了 这大礼拜堂着 堂着准备的很大的领节啊 怎么样呢 听得有趣没有 你喜不喜欢听西方的歌剧 那种歌 听到没有 为什么就这个时候产生 那中国的地方的销取 广东呢就产生什么呢 中国比较大嘛 就产生广东的乐剧啊 北京呢 产生金剧啊 湖南那个地方产生香剧 江西的产生干剧啊 江州那场黄梅戏啊 就是这么产生的 就地方吸取 但是修行和舆论各种 艺术方式来展示各种艺术方式 就这么来的啊 这西方呢 这个歌剧的源头啊 雕塑 因为希腊它是很开放的 包放的 那么呢 它产生成自然的艺术 看到吗 就是啊 它产生成健美的生产 那肌肉很大 有腹肌 谁有腹肌 男的也没六款腹肌 对啊 那你知道这股头就这么 很发达的 为什么这样的啊 因为它是取一种自然 开放的环境里 人与人之间啊 你的审美的标准呢 就是追求自然 追求自然的标准啊 这右边的这个雕塑呢 是一个男子 不知道是干嘛的 都是很自然的啊 那个自然的艺术啊 那直接说 中国古代 游当时也是自然的 什么是自然的 全球战略 你看到秦始皇 明马云啊 因为都是很自然的 没有把他老大搞得 特别大了 都是按照那个 素描的比例啊 进行呢 雕刻或者是来绘画的 那后来变了 就是以后再讲 后来也再讲 这是西大最古老的 艺术源头啊 很欣赏这种男性的发达的肌肉 那今天为什么健美行业啊 很多啊 叫古典健美啊 不是说变态的健美啊 叫斯瓦辛格啊 就是采用这种 原来自于古代希腊 叫古典健美 对吧 很欣赏 那奥运会上面啊 男的就是不穿衣服的 但是比赛的时候不穿衣服 为什么不穿衣服啊 就是欣赏你发达的肌肉 不是好色啊 因为就看得到男的 就是欣赏你那种发达的肌肉 这个健美运动啊 就是来自于古代希腊 你看这男的就是什么 非常重的这种 不是那种 增过了以前那个纹路书生啊 拿一只毛笔 就是这主要是500年以来 过去500年就增过变态了 后续500年 1000年以来 也是最新自然美的 好 那么他们的贵族精神是什么 古代希腊它是分为奴隶 一个奴隶群体和一个平民和贵族 贵族是什么意思的 贵族是不种地的 不干出火的 那你干嘛呢 研究 研究哲学 研究科学 研究天文 研究地理 研究这人类的命运向后出去 把贵族观念的事情 你看看 三大贵族精神 第一个图 苏格拉第 它的雕像 一个小老头 肚子大大的 为什么肚子大大的 因为它不敢体力活 不敢体力活的人 肚子太大大的 像个孕妇一样 真的很丑 这样的人也小 第二个图是柏拉图 它的学生 第三个图是亚里士组 雅典贵族 这就是 再看一下 女人呢 这是 希腊女人 萨福 大概612年 是中国的老子的时候 她写了很多诗 很多关于爱情的故事 很多的是 这叫萨福 就是萨福也是个同性恋 那我讲一下奥运会的起源 奥运会是 我相信是第一个原因 就是敬拜那个咒识 希腊的宗教 后面那个是一个浪漫的说法 什么爱情故事 你有兴趣你去看 然后国王上门找女婿 然后打得赢得 你就留下打不赢得 就会被打死 死了13个 到底14个呢 叫佩洛普斯 他就赢了 现在接受国王的挑战 得胜了 然后娶到了国王的女 这个浪漫的是 第一个才是比较合乎逻辑吧 那么在希腊 第一次奥运会 你必须是纯正的希腊人 希腊学者是自由人 不是奴隶 必须是难的 肌肉发达 检查 体格健全 在道德和正常没有5点 才有资格参与在这个奥运会 还有像他们的神 他本质上也是个 拜偶像的活动 如果比较好一点的拜偶像 参加比赛之前 还有健身房里训练 你不能说长得像小老师一样的 老师头发是白了 你也去唱一唱 你丢脸 你不能丢我们的脸 你丢自己的脸 就说女性的不准看 不准看 你不能参加比赛 只有难得才能看 这是谁要违非这个规定 换你死心 就这样 这是要求 宣示 合格 然后又规定的就是这么 要学习比赛的规则 运动员的资格审查 运动员的道德水平 你不能说为了比赛而比赛 增加个人家下半子 害人家有意敌意 什么比赛 然后不能再打仗了 不能再打仗了 城邦这些原来有打仗的 这个时候比赛的时候不打仗 还要宣示 保证了才胖的公正 不能够接受贿赂等等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运动 项目 但现在项目当然不关系 我们现在的奥运会主要是进败了个宗室 就举了火炬 火炬 然后绕着 那么 他 他的意 他对人的战争的理性的限制 虽然他们不认识独义的伊核华士 但是为了和平 我们不打仗了 不打仗干什么呢 比赛 这是一个伟大的发明 人与人之间沉默了 恶毒 但是通过体育竞赛呢 什么的 变成是友谊性的比赛 我们中国没有什么体育竞赛 我根本就不看那个主要足球的国家体育比赛 那么把中正的体育竞赛 我们异于爱好 为了身体健康 为了友谊 友好 我们搞比赛 而不是为了国家 赔养出几 专门的 花钱赔几个运动员这些 这不是真正的体育竞赛 真正的体育竞赛 平时我上班 下班以后再去运动 这叫体育竞赛 这个奥运会虽然是代偶像 但最重要 它对人类的战争 进行理性的限制 它是人类渴望和平的良知 虽然我很在乎这个运动会 当然我不喜欢我们国家的运动 这种形式 这个运动会 我们现在必须要继续 续战不能再打仗了 奥运会得那些得到名次的人 那些英雄样的 各成本会纪念他 会怎么样呢 把他举起来 然后呢 他在游戒戴着个冠冕 那个贵树 贵树很香的嘛 就是那个贵罐戴在头上 他们说的英雄一般的待遇 这给希腊人追求和平 他本质背后追求和平 追求健康 追求人体的美 很关心 你看现在的那些足球运动员 像C罗 他们六块肌肉 很发达的 浑身都是健脂肉 很美的一种 这是很好的一个活动 除了把这个偶像崇拜的 是很好的运动 但是在我们的 今天就讲这些婚姻节不讲 就是讲了一下那个古代希腊人的 仪式住行 讲仪式住行 要问大家几个小问题 问大家几个小问题 问大家几个小问题 第一个问题 是不是整住优越 所以开放 包容 追求平等和兴趣 是不是整住优越的 为什么 第一个问题能回答吗 因为他们是为了做生意 还有呢 做生意 他们还为了生活 因为每个岛上有的东西都不一样 对 每个岛上的东西不要是要做生意 还有呢 他为什么能够有一种开放的 海洋 简称海洋文明 所以简称海洋文明 他们为什么会产生这样海洋文明 为什么能够产生 他为什么会产生这样海洋文明 还记得吗 他为什么 是不是要整住优越 他人整比较高贵 我们比较底底的 就比较底底一点 鸡眼差一点 鸡眼差一点 不是怎么回答 我看一下 别人的名字 还有同学说一下 还有同学自愿 自愿说一下 我不点名 免得你很尴尬 自愿说一下 是不是因为他们擅长海运 还是因为陆地 他们比较困乏资源 使得贸易 只能贸易成的生活 很多 你这是几个原因 有几个原因 一个手势的地理环境 他自贸易 另外一个地理环境比较好 别的地方也要大海 为什么曾国没有尝试海洋 他尝试的海洋文明 曾国的面对是什么海 你想想看 黄海 渤海 东海 南海 后面的是一望无际的海 一望无际的海 找不到别人 你想出门怎么样的 你这就跑了两三天 你看不到 他能打两个小时 一般情况下 两个小时 就能找到别人 能够找到一个地方 环境不一样 做生意 土地平均 他要做生意 互相逗话交换别人的食物 一次住行的东西 注意这个 给小医生再去更多去思考 更多去思考 大家看来地图 必须你去思考这个问题 更不少人的整足 上帝面到底是一样的人吗 都是挪亚的后裔 第二个 第二个 希腊人为什么长得特别高大 与希腊人饮食习惯有什么关系 因为他们那就是 能吃到好多好东西 就像泡酒啊 各种东西 奶酪风衣 对 对饮食就比较健全 就长得高 就反过来 你问南朝 北朝鲜人为什么长得很矮 他们当兵 要求是1米16就可以当兵 1米5根也可以更好了 不错了 现在朝鲜人 他为什么长得很矮 反过来 你想 没吃的吧 他正常没吃的 缺营养 缺蛋白质 他就怎么样 缺钙 他能不矮吗 对吧 不是 北朝鲜和南朝鲜的人有什么 他原来是一个民族的 但是南朝鲜生活营养丰富比较好的 他怎么样 北朝鲜怎么样 他长得怎么样 矮冬冬的吗 小子 老师是不是还因为希腊人爱运动 爱运动 对 叫运动 我今天讲饮食习惯 很久 希腊人 希腊人最大的运动项目是什么 比赛项目 这个比赛项目 奥连体课 议会 看什么要求 大家能够说一点吗 男子 然后必须是自由人 然后必须是道德和政治上没有缺陷 那个什么污点的那种 还要求各个国家怎么样 南朝鲜 东方国家你要怎么样 搞一个奥运会 打架 带一架给别人 和平 必须和平 对 因为那带来和平和发展 他就非常积极 他本质上是败什么 当然真的很多争议 很多争议 但我个人是任何人 失败 欧林匹克山上的生命 搞一些浪漫的爱情故事 最个人性的影响 它不会影响到什么承包 你今天是你们承包 今天干嘛跟我也什么关系 也是这样子的 今天就讲这一些 但是祝福大家理解这个 关键的是理解这个西方文明的产生 还有一些问题就是说 文明的五个层次 你会知道想 就是说 文明 文化 都不同 这个呢 全世界 有一个学科 如果你长大了 你有兴趣去学的话 文化 人类学 在大学里面 和学科 你有兴趣去学 不学也没关系 你去思考一下 文明和文化 也是不同 然后 这个文明的 五种 五种 五个层面 五个层面 你还记得吗 是什么 文明好像是物质成就和精神成就 文化是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表现 看来是你的 其实这个是中国服饰 服饰在娱乐大学 还对我们马国内介绍的这个名词 我是一时间谈的 首先给大家声明一下 人类文化 人类学上面 关于文化或者文明的定义 有两百多种 有两百多种 然后我选择了一个 比较多一点的定义 但是立刻 你在以后的学习过程当中 你会看到不同的说法 这是很正常的 它毕竟是个学科 是吧 五个层面 大家知道吗 五个层面 五个层面包括 知识度型 婚姻家庭 制度关系 科技人文和独角信仰 对 这个说法是谁关系 是朱大可先生 来自于上海的朱大可先生 他在悉尼大学做法国学者 从悉尼大学那里学过来的 我是从他那里学 我在广州跟他的学 就是中政别人的知识产权 甚至是课堂 我给大家讲一下 好 我们就结束了